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在本轮的中国女排参加的世界女排联赛当中 中国队是在主场以3比0击败了加拿大队 那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队来说应该是在赛前可以预料到的 对手的实力并不是特别的强 当然第三局比赛打的可能不像前两局比赛那么的轻松 29比27中国队最终才赢下了这局比赛 可能你打到后面的话 由于人员上的一些调整 包括凋零雨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时受伤 都给对手一些反击的机会 那提到凋零雨的话 他的伤病问题应该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当时是脚崴了一下 然后坚持了一个回合之后 蔡兵为了保险起见把他给换了下去 那一般这种情况是比较怕伤到骨头的 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但是赛后凋零雨的一个举动 也是告诉大家并没有这种问题 因为一般伤到骨头的话 会立马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但是凋零雨在本场比赛受伤下场之后 一直是看着中国女排打完了本场比赛 并且在赛后还坚持做完了采访 那可见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崴脚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采访吧 让极端的球迷又有了攻击这位 中国女排主力二船的机会 因为在这次采访结束之后 这个当地的记者也是问到了凋零雨 本场比赛获胜的秘诀是什么 凋零雨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中国女排现在打得更像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去专门去打某个人 虽然他并没有点名是谁 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谓的某个人在某些球迷眼中说的就是林莹 不可否认啊 林莹是这支中国女排绝对的核心 也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中国女排想要赢球 可能最大的把握点 那就是林莹 这个是大家共知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凋零雨作为接手彩虹的对象 他不可能说我们中国的赢球就是靠林莹 这个话他是不能说的 因为他是中国女排的队员 那如果他说赢球就靠林莹的话 那不相当于否定了其他球员的努力吧 其实大家都是专业人士 包括教练员蔡斌也好 包括中国女排的其他的队员也好 谁都非常清楚 林莹对于这支中国女排的作用 外界媒体也看得非常清楚 赢球那林莹肯定是受到更多的赞誉 那输球那可能要背更多锅 承受更大压力的也是林莹 所以凋零雨这番发言 一方面是要照顾到其他队友的感受 是比较实大体的发言 也是比较官方的发言 另外的话 其实也是在给林莹减轻压力 因为现在过多的媒体焦点 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本身对于一个00后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来说 也并不是太好的现象 让他承受了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 但是这种发言却成为 部分极端球迷攻击凋零雨的这种论点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采访视频的下面 经常能够看到非常恶毒的评论出现 反正意思就是凋零雨去嫉妒林莹 所以说故意才这么说的 甚至还把竹亭给拉了出来 有这种隐身的意思 似乎要把这个矛盾给扩大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种过分 尤其是做这种不好的解读 因为毕竟现在 他们不代表江苏 也不代表天津 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女排 尤其是在中国女排 现在连战连胜 五连胜的成绩 目前已经登上了积分榜保守的时候 再加上这次世界女排联赛 两支欧洲强队 意大利队和塞尔维亚队 基本上也不会派主力球员过来 所以说中国女排是极有可能收获 东京奥运会之后 第一个国际大赛冠军的时候 在这种时刻 绝对不能够让这种负面的言论 影响到中国女排目前的备战 现在大家不再是天津的球迷 也不再是江苏的球迷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队 那就是中国女排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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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